新竹县坚持乡长云天宝的儿子云冠杰 去年7月间与古姓友人迎酒起口角 云随手拿起酒瓶打破 插入古南的背部 造成古严重穿刺伤 新竹递检署日前侦查终结 云冠杰依杀人未遂罪嫌起诉 不过法官认为云南并无杀人故意 且无其他政治证明却有杀人犯意 因此认定云南犯伤害罪 加上被害人事后撤回高速 并已和解 因此作出不受理判决处分 云南向法官指出 当时因妻子遭对方骚扰 他既不过以拳头打古脸部 再用酒瓶打头 最后持破酒瓶刺他的胸背部 对方受重伤否认杀人意图 若要杀人 他一开始不需要用拳头打 至于力气刺伤古 也非故意刺伤 法官认为若被告想杀人的话 应可直接持酒瓶或其他力气刺杀他 不用先拳打再用酒瓶刺他 认定云南显无杀人的故意 云南辩护人向法官表示 被告案发后只知道对方有受伤 但因现场昏暗又有喝酒 云的意识不清 无法清楚便是被害人的伤势位置 虽然云有杂道谷的重要部位仅有伤害的故意 加上被害人有生命危险 可能是因拖延就依所致 不能认定云南有杀人行为 法官传唤相关证人调查 证实云妻曾遭古男骚扰 也在事后有跟丈夫说过遭骚扰的事 丈夫气不过冲出去 当时他想拦阻 但对方已经受伤 古指出他与云南并无怨仇 也无亲属关系 因此法官认为被告是因为妻子遭骚扰 才想要教训对方难以认定有杀人的主观犯译 古姓被害人也向法官描述 当时警察觉对方只是要教训他 并没有置他于死 其他证人正称云南打完后 只有继续骂对方 没有再动手打人 法官认为云南并无故意杀人企图 且无其他政治证明 却有杀人犯益 双方也达成和解 被害人也撤回告诉 因此做出不受理判决处分 古姓男子被坚持校长 而自云冠结因酒后口脚打到住进加护病房 记者郭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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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